四月九號開始 口罩實名制在升級 成人口罩從原先的七天三片 增加到十四天有九片 兒童口罩有十片 另外經濟部也開放 現在可以寄送口罩給海外親人 海外寄送條件以二親等為主 除了兄弟姐妹以及子女 孫子輩的親顏 包括父母 祖父母都符合 申請寄送資格 這也是臺灣口罩寄到海外的主要依據 兩方是不是都有我國的國籍 那第三個會查對這個收件人 現在是不是居住在國外 經濟部表示這一波放寬條件 以兩個月三十片為限 也省略了報關步驟 民眾可以利用郵局或快遞寄送 財政部海關也幫我們修改 修改那個辦法 就是在這一段的防疫期間 針對這樣的一個 三十片以內的口罩等等 是不用報關的 九號當天九點準時開放申請 民眾只要上國貿局網頁 登陸資料後 最快當天就能依照許可證號碼 寄出口罩 讓海外親人不用再為了 沒有口罩防疫傷透腦筋 大愛新聞 理事宣科興志 台北報導